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创意的点或者是一些很有色彩性的衣服都会让你慢慢慢慢的去喜欢这样一个大家族 我觉得首先就是无人机出来的那些很有创意的一个开场 还有就是我觉得pop的元素会比较的吸引 还有就是一些剪裁方面的一些贴身会非常的吸引我 当时走秀只是第一次走秀嘛然后非常紧张 我记得是上台之前我 上台之前我在担心会不会摔倒这样的事情 如果有创意时间的超能力 你最想去哪个时期 为什么 想去的就是小时候玩没有那么遥远 因为小时候比较好玩 大家就是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 原来就是一块出去撒泼 嗯 可恶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包饺子和烧菜哪个更拿手 烧菜 拿手菜是什么 就是一些家常菜 最想做菜给谁吃 最想做菜给自己吃 自己自己做东西但要自己想什么 耶 哇 哇 命题 大冒险 请对着镜头 花式撩一下粉丝 这个很简单 哈哈哈 被粉丝发电 嗯 嗯 想你想你想我 嗯 这次要抽问题了 不要抽钱 哈哈哈 耶 好像心态发生了变化 什么事情会让你的心情突然变好 什么事情会让你的心情突然忧郁 当我每天听到说公这两个字 我的心情就会突然变好 当我发现 早上 呃 睡醒的时候我就会突然忧郁 啊 怎样的 这个肯定是问题 如果有十天以上的短假 你会怎样安排 十天的短假嗯 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出去旅游一下 想去哪儿玩呢 不干我心情 哈哈哈 你想跟谁一起玩呢 不干我心情 好吧 不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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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干我